这自己的红辣椒 漂亮吧 好不好看 哇 好凉快啊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妹杨子 最近湖南渣界这里天气实在是太干了 好久没有下雨了 我们的土里面的泥巴都已经有些发白了 也不知道我们山上的辣椒长到什么样了 再到山上不怕雨但是怕干 而且山上没有水源不好浇水 等会我们吃过早饭上山 看看辣椒现在生长状态什么样子 另外昨天老爸说山上好多辣椒都红了 我们再摘一些红辣椒回来 想做一些剁辣椒 很适合配菜还有炒菜的时候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直接拌着吃都很好吃 顶到顶到顶到下午去呀 下午下午下午 姑姑还有成明明成船里面的呀 嗯 茄子吃饭啦 半鸡胸肉 还有一块饼干 五分钟 预ов 颜帶 上山摘辣椒了 进了 这个红尿 我就知道拆红尿 好 只要红的 给我拆脑子 最近一段时间太干了 已经连续差不多 一个月左右没有怎么下雨了 虽然中间下了一场雨 但是那个雨特别小雨量很小 这个地现在太干了 干了已经发白了 辣椒现在已经有点萎靡不正了 打蔫了水分没那么浓 不饱满 你看 软趴趴的 太干了现在 如果再不下雨的话 辣椒就要干死了 这山上又没有地方 给它浇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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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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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这辣椒为什么不留红麦啊 之前说过的 因为如果让它留红的话 它的损耗率特别高 而且 如果让它完全长红的话 老了之后你不摘 它新的就长不出来 它的产量就不高 所以我们就只卖青辣椒 不卖红辣椒 我们家的红辣椒 卖的没那么便宜啊 上次在云加西看了 两块钱一斤的辣椒 实在是太便宜了 没忍住 虽然我们家自己也有红辣椒 但我们家的红辣椒 卖的贵一些 那天也没买多少 因为 集市上卖的那个辣椒 好多都被人捡完了 剩下的好多都是烂的 这自己的红辣椒 漂亮吧 你看好长啊 好不好看 等会儿回家做剁辣椒 再来一篮子 下雨了 走不住 下雨了 回来了回来了 马上下雨了 一阵风跑回来了 本来还打算再摘一贝露的 现在只摘了一篮子 贝露下面是空的 空里面小辣椒有 一点的不多 下个视频我们会把这些辣椒做成剁辣椒 我是小妹杨子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